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莲花楼成义西粉丽 锦书肖战或风刺鼎新剧《南风之我义》去来 成义 张雨昕主演的现代剧《南风之我义》 目前拿下猫眼录剧热榜第二名 成绩不俗 成义近来被风味刺鼎 一级人气扛剧《力锦刺鼎》刘肖战 这不是成义的首部现代偶像剧 关注度很高 但目前评价却不尽理想 不仅与张雨昕都爱轰演技呆版 与《南二父》新伯同框时 身形明显略逊一筹 有两集甚至连一个广告都没有 不少人直呼 也许连广告金主都认为成义更适合古装剧 《南风之我义》 讲述植物学家傅云申成义饰演 和外科医生朱舅张雨昕饰演 进行人道医疗救援时 彼此曾有误解 直到历经生死关头才心意相通 但男方还来不及告白 便因故重创双腿 让他身陷低潮 此后只能主拐杖或以轮椅代步 女方以家庭医生的身份和他重逢 性情大变得富云深各种刁难诸舅 但诸舅不离不弃 陪他走出黑暗深渊 运用倒序方式 第一集开头就是男女主重逢的戏份 诚意脸色苍白 双腿有伤 面对张雨昕时心情复杂 但不少网友认为诚意表情平淡 他看张雨昕的眼神 仿佛在看路人或陌生人 眼神里没有爱意 张雨昕也逃不过网友议论 许多人认为他虽然长得漂亮 但演技欠缺火候 表演痕迹很重 没有松弛感 任谁一看就知道他在演戏 无法引发观众共鸣 不少人认为诚意演技退步 但有网友中肯表示 这部剧被压了三年 这是诚意三年前的演出 跟现在演技当然无法比 此外 部分观众认为诚意少了古装光环 颜值似乎变得很普通 与身材高大的男二傅欣博同框石 也间接曝光自己的身高缺点 诚意官方资料是181公分 傅欣博是183公分 两人画面目测却不止差了两公分 被网友无情调侃 这颇天的富贵轮到傅欣博了 诚意这两年成绩斐然 从去年雨前同门师姐杨子 搭档的仙侠剧陈湘如蟹 陈湘仲华大红 在底线饰演菜鸟法官也被获肯定 今年古装探案剧莲花楼也开出亮丽好成绩 近来他被风味刺鼎 意思是流量第二的艺人 第一名自然是鼎流南神肖战 不过让人纳闷的是 以诚意的流量 新系热播期间应该会被投入大量广告 尤其南风之我意 开播6小时热度就破8000 在优酷平台今年播出的剧中 仅次于长月静明和偷偷藏不住 以热度来看南风之我意 应该会被注入大量广告 却被眼尖网友发现其中两集 甚至连广告都没有 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怀疑是不是太突然定当 还没时间谈拢 也有人怀疑这部剧的热度是灌水数字 或许收视并没有台面上好 也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有点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